鬼灭之刃一向单独行动的鬼 为什么又开始群聚 如此大量的鬼藏匿在无限城 到底在做什么 没有实物来源要如何生存 在助训练时 无产在执行什么计划 还有被绑架的女性 隐藏着什么秘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雨 助训练第一话透露的新情报考察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本频道 就拜托订阅啦 还有我的IG今起用 欢迎追踪 动画新增了小巴奈与实迷一起出任务 两人为了调查被鬼绑架的女性 来到一处废弃关底 本来公示书就有透露 小巴奈与实迷关系非常要好 增加蛇柱与风柱 互相信任托付后辈非常合理 在城池内聚集着大量底层小鬼 原本在鬼阵营 除了蜘蛛鬼类 被特别允许逐建家庭外 其他鬼都是被禁止群聚 并且鬼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 除非有无产召集会议 否则根本不可能合作 如今鬼群聚 合作无间一定是无产下达了新的指令 绑架与迷豆子条件相符的女性 起初无产创造鬼的目的 是为了分散力量各自寻找蓝色彼岸花 尽管无产一直不愿增加鬼的数量 但为了这一目的还是被迫创造了许多鬼 而现在因为有了克服太阳的鬼出现 蓝色彼岸花将不再是首要目标 只要将迷豆子吞噬 无产就能实现千年夙愿 一般底层小鬼在捕获猎物后 当场就会大饱口服 然而这一次却是绑架 并且被绑的女性年龄与相貌 都与迷豆子相似 几乎可以证实这一点 不过嗅觉灵敏的人都知道 鬼与人不同 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一般鬼不会将普通人误认为是迷豆子 众所周知 无产性格胆小如鼠 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肯定不想冒着巨大风险 突袭鬼杀队总部强强迷豆子 历经长达千年的研究与积累 手下还掌控着高端的制药公司 有着大量的人脉与资源 绑架与迷豆子相仿女性的真正目的 应该是企图人为创造第二个迷豆子 之前上弦巨手就曾透露 第133号莲花试剂 进行了高达3990次试验 猜测这些试验数据都会被用于与迷豆子相似的女性 此外如此数量的鬼群聚无限程 也需要大量食物 在鬼们外出寻找猎物时 顺便绑架与迷豆子相似的女性 是能够直接在无产面前立功的绝佳机会 并且12鬼月上弦之位本就有空缺 只要能够获得无产青睐 在短时间飞黄腾达不是不可能 名女就是依靠寻找鬼杀队总部的线索 才晋升为新任上弦之四 不过这只小鬼却非常倒霉 正好遇见了出任务的蛇柱与风柱 在漫画中对两人的战斗描绘并不多 但这次动画组提前展示了 蛇之呼吸的水帽风格 有一种晶莹灵动的感觉 蛇之呼吸五只行弯弯长蛇 弯曲的刀刃犹如一条长蛇咬向恶鬼 超级适合大范围群体攻击 蛇之呼吸三只行将敌人全部收紧绞杀 与蟒蛇捆住猎物时的窒息感非常相似 还有十迷的风之呼吸二只行爪爪磕护风 犹如野兽的无数利爪 让恶鬼必无可避真的超级帅气 四只行飞升沙尘风 就像龙卷风一般飘逸且强大 这样完美的特效看到就等于是赚到 小鬼在见识到力量差距后 直接丢盔气甲轻易的就将女人丢弃 这我一点也不意外 早在上弦聚首时就曾讲到过这个问题 绝大部分鬼在面对蛇时 都只是想着逃跑并放弃任务 对无惨的忠诚超越不了自身对死亡的恐惧 但如果是鬼杀对主攻的任务 队员们都会冒着生命危险坚定执行 从这一点来说双方高下立判 值得一提的是小鬼能在两个柱的追击中存活 实力应该处于下贤的水平 很可能在无限城大战中还会有她的戏份 在救下被绑架的女人后 小白内与十迷第一次见到无限城 无限城的红尾与鬼的数量让两人震惊不已 虽然不清楚鬼凭空消失的原理 但有将鬼群居的情报传回总部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经历 才有了助训练的契机 虽然鬼杀队在刀匠村一战取得大胜 炭治郎的成长惊人 恢复速度堪比助级 但随着炎柱牺牲 阴柱退役 鬼杀队的顶级战力越来越弱 而如此大量的鬼聚在一起 很容易就能联想到是强抢迷斗子 因此提升低级队员的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还有在漫画中第一次见到无限城时 炭治郎 善意 一只柱等人都非常惊讶 而柱们表现得相当平静 其实对于普通底层鬼来说 无限城犹如一座辉煌的监狱 本来在外面逍遥快活 享用美味 如今却要寄人篱下 不仅随时听后拆遣 还有可能论为实验对象的窘迫 一旦实验成功 毫无疑问会被老板吞噬 其余底层鬼更是会被全数开除 相当可悲 在助训练时 无惨也超级忙 一边在进行试验造鬼 一边寻找鬼杀队总部的位置 还要提升底层鬼的实力 助训练是承上旗下的篇章 是为讲清楚无限城大战爆发的原有 所以新增内容真的超级合理 鬼杀队主攻要灾的身体迅速衰弱 看起来已经时日无多 就连注重会议也只能由天鹰代劳 在会议上班文的秘密被解开 据无一郎透露心率提高到200以上 体温控制在39度以上 就会出现班文 然而班文并非神力 只是提前透支神明 出现班文的对视无一例外都活不过25岁 助门听到这一消息都沉默不语 有一种慷慨赴死的壮烈感 黑异勇与石迷的名场面 但暴躁石迷遇上低情上的异勇 总是让人觉得好笑 已经非常期待水柱与风柱的大战了 动画还增加了天鹰照顾主攻的画面 原本在漫画中很少描绘 主攻大人与天鹰的感情 大多时间天鹰都只是在辅佐主攻 挖掘有潜力的见识 或者传达决策等 然而这次要灾在面对死亡前的沉重感谢 令天鹰潸然泪下 也触动了所有鬼面粉 要灾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鬼杀队 而天鹰的一生则是奉献给了要灾 我想要灾的谢意 应该还包含了对天鹰的愧疚 其实产物负义族有着敏锐的直觉 几乎能够预知未来 凭借这种直觉 曾多次让鬼杀队化险为夷 本来在漫画中是倒序 先是蝴蝶人感到生气 然后才是主攻的送鸭找到诸事 而动画改为要灾 预知到即将爆发决战 派出送鸭邀请诸事合作 而蝴蝶人对于诸事 共同研究的事感到不满 才会怒气冲冲 更为合理 目前鬼杀队第一块腿 阴柱与随天元 负责提升队员的基础体能 三个老婆负责后勤供给 真是羡煞旁人 吴依郎负责高速移动训练 蝴蝶负责地狱式柔韧性特训 小巴内负责矫正刀路 石迷负责无限砍刷训练 悲蝶与负责肌肉强化训练 能够通过全部训练的对视 几乎能够达到甲级水平 那么你最想被哪个助特训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谈谈你的看法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可以帮我按赞和订阅 你的支持对我来说真的超级重要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通知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